过去西安攘往的热门打卡景点 极可 经典的彩色货柜屋与市集活动 随着都市转型计划 10月底正式画下据点 结束四年的时光 美好的回忆 未来也只能留在旅客脑海当中 107年4月当时开始来 就是把它开发作为 我们亚洲新湾区的一个实验场域 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个场域呢 能让更多的市民 能够了解新湾区未来的计划 所以在我们现在要因应 等于下阶段的这个亚湾的 未来的发展 我们要引进5G AIOT的一些产业 一些新创园区 所以我们有考虑到说 将来会有这个产业进驻 跟这个就业员工驱住的需求 未在新湾区的集合 设计概念源自于立方体造型 透过数个编分多彩的货柜屋 堆叠出一个立体的艺术空间 除此之外 园区还会不定期的举办艺文活动 成立后迅速成为高雄人气 观光景点 但是因为都市转型计划 集合场域将作为 社会住宅的新建地 那目前规划 我们可以提供 大概1600亿户的 这个住宅单元 我们会提供30% 给比较有居住弱势的民众 那其他的呢 我们可以依照政策的需求 提供给企业员工 以及一般符合 这个一定条件的这些市民 来申请租 集热观光景点 10月底催起灯号 市集的活动人潮 充满文创活力的艺术场域 都已成为旅客心中美好的记忆 高雄市都发局表示 集合这个场域 预计明年底进行工程发包 兴建社会住宅 以加汇全体市民 记者金献中 郑志愿高雄报道